对于黄金时代大厦业主反应的问题 粤城区迪当街道综合执法办认定的结果以及建议 记得找到了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做出了书面回复 经核查 绍兴市住房城乡建设执法稷查支队 不存在对黄金时代大厦装修项目进行审批的行为 黄金时代大厦项目位于原绍兴经济开发区管辖范畴 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于2004年对原绍兴经济开发区管理会进行授权 该辖区内的行政许可等管理职权 均由原绍兴经济开发区管理会负责 眼下 大厦楼顶上弃围墙的情况该如何认定 要等待迪当街道综合执法办的答复 业主陈女士说 调查需要时间 业主们愿意等 但她认为 大厦的现状已经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所以他们希望调查能尽快 我们是希望业主本来是什么样的面貌 还是恢复到原来的面貌 正常人想合理的他们在利用他们的空间 然后在抓收入或者说是为了利益 但是为了利益不能够违反了那种建筑设计 然后违接什么的 然后造成了什么空调啊 什么外机啊 堵住空通道 消防那个隐患啊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那么19层被一分为二之后 消防是否能通过验收呢 记得联系了绍兴市粤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工作人员来现场查看后给出了答复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高层建筑 从建筑防火规范来看 那么每一层它都需要配备相应的消火栓 灭火器等相应的消防设施 首先要确认它上面的这个层是否合法 那么在合法的前提下 那么它需要配备哪些设施 可以由我们相关部门来出去认定哪些设施是要配备 哪些要怎么做 那么如果它这个层首先前期就已经是不合法了 那么配备任何的设施都没有意义 那目前来看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议问 因为它到底是否合法 还需要相关部门的事去核实 接下来我们会第一个 我们会去将相关19楼的情况 上面一层夹层的情况 把这个情况的一个合法性 反超高给相关的部门去核实它是否是一个合法的建筑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设施 黄金时代大厦一号楼二号楼的不动产权证书上 明确写着建筑规划用途是办公 物业汤主任说 是后期改成了单身公寓 那么这样操作需不需要变更手续 又是否经过审批 黄金时代大厦19层的产权性质究竟是什么呢 记者把这些问题再次反映给了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月城分局 对接的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他们要进一步查阅资料档案 下周一会给予答复 这件事我们也将继续追踪 1818黄金记者绍兴报道 下周一会给予答复